大家好 歡迎收看 卡西 與蓋瑞 我是蓋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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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呢 人在魁北克的市區 給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超級漂亮 我們現在要來開箱 就是剛內的度假村裡面的樣子 那我現在在這一層呢 是3A 那它呢 這邊有非常多的 就是一些室內的活動 像我們做一些瑜伽的課程啊 一些就是Stretching這樣子的課程 就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如果你真的是來度假的話呢 他們這邊也有SPA館 這是要另外付費的 可以去做SPA 然後可以做臉啊 之類的那種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走呢 就會看到 健身房 天啊 竟然有人這麼早就來健身咧 這邊應該有的器材都有 這邊是菲倫克的教室 然後跟那個循環訓練的教室 我們來看 我們去做的 我們去做的 我們來看 我們去做的 整個室內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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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就是防疫的部分 这个每一台都会灌 然后这边随时随地 你看得到的地方都会有 就是纸跟 那个消毒的 这边也都是消毒 消毒 非常的安全 然后呢马上就会看到这个 泳池 现在泳池就会醒出它里面 上线的能够有多少 好我们现在在泳池里面了 然后给你不下水 泳池呢 我负责拍照 对它这边泳池是温水泳池 然后你一进到泳池的区域呢 就是那个热门就开得很大 所以你完全不会感受到寒冷 你就可以直接 无痛下水 我觉得这是很多就是 饭店他们比较难做到的事情 因为泳池的加热其实蛮贵的 对 但是 咖啡不济成本 超棒的 超棒的 可以直接 让你冬天也可以享受游泳的感觉 然后呢现在要带大家看 最刁的东西 这个是 户外温泉区 然后呢为什么我会先在里面拍呢 是因为 目前外面的温度大概是 零 -20到30度之间 -接近20度 对所以我等一下呢 就是我一出去 我就要立马狂奔到那个里面 去泡温泉 然后看大滑雪 诶 诶它是上面都还有一点冰诶 这泡泡都是冰诶 快下去了吧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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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一半 很舒服 很舒服很舒服 水温是温偏热 不是那种 烫到你受不了的那种热 但你下去之后就慢慢的热 我觉得很好 因为这样子你下来的时候 才不会就是 好烫喔 然后不敢下来 然后外面又超冷 然后它现在这个泡泡上面 都是 这都是冰块 很酷哦 很酷哦 很酷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身后美景 所以你看 那些山的边缘 都还有一点点菊光 那就是日出巍巍的 还是在上升中 在这里一定要来泡这个 好我们从这边跟一间出来之后呢 映入眼边的就是整个温水游泳池 然后呢旁边呢 先是小朋友的细水区很贴心 有一只青蛙 然后跟这个是室内的小朋友的休息区 他只要在时间内都一定会有九成员 然后又吃 非常之漂亮 因为我们发现这边超级多人会来这边 因为休息 可能因为有很舒服的暖气 然后这边也有汤 如果呢你游完泳 然后你想要洗澡 然后换衣服的话呢 除了泳池本身附的比较简易式的开放式的淋浴间之外呢 这边也有一个Changing Room 然后里面精卫天冷 很漂亮 很像一个Lounge 这样 然后这边有男生的更衣室 然后有Locker 然后呢女生的更衣室在这边 打开来 里面就有沐浴间跟厕所 非常的方便 因为他们早上十点退房 所以如果你十点退房之后 你还想要游泳 或是说你想要去滑雪 想要换衣服 这边也都可以去做更换 我觉得蛮贴心的 我现在呢又来到了泳池 看到我换了笔记 就知道我们现在又要准备下水了 他这边有一堂课叫Aquadream 然后是我很期待的一堂课 Aquadream呢就是在泳池里面做运动 就是水中复健的意思喔 对 没错 就是这样 没有啦 这很难好不好 很好 他们这边也有 Circus的教学 从小孩到成人都有 Circus teaching 好 各位我们现在在电车上面了 然后我们要前往魁北克市区 Go 这一条是Saint Lawrence Saint Lawrence 聖罗伦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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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会接到就是我们 克拉妹在的地方就是出海孔那边 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条河上面有非常多的水冰 好浪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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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的人就是在魁北克市区 对 因为我们在市区的时间不多 大概只有三四个小时 所以我们会简单逛一下我们想去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简单的就是休息一下 CT tour一下 对 CT tour 然后呢像这样子魁北克市区的行程呢 你可以在克拉妹的那个exclusion的那个柜台去做预定 那通常呢都会是包车包车有 然后大概是一天的时间就是早上可能八九点出发 然后下午四五点回到克拉妹这样 要人数够才会开通 对 基本上它是八个人一团 然后你就会跟别人并团 对 那如果你不想跟别人并团的话 你就是要付比较多的钱啦 所以我们就是很不幸的刚好我们来的这段时间 都没有人要来克拉妹克市区 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个预算去做包车的旅行 然后后来我们选了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自己搭建车过来 对 那花的费用其实也会不少 但是就是比两个人 付八个人的包车费用便宜 然后呢如果你想要去做Dog Slading 就是花狗狗的那个雪橇的话 也可以在exclusion的柜台去做预定 那只是很不巧的我们有预定 就是乱闹这个时间 就是现在这个时间 我们应该正在Dog Slading 但是 因为今天下大雪 所以整个路况变得非常的差 很糟糕了 早上的时候其实是 就是暴风雪的感觉 但是现在完全大晴天 大晴天 台北客的天气跟女人一样 善变 我们现在呢要来玩一个东西 它很像溜滑梯 但是它应该是用雪橇 对 它用雪橇 然后就是一条直直的 然后就是用雪橇滑下去 然后呢 后来报价 一张票是$3.5 兩张票是$6.5 然后我们是直接买四张 $11. 我们一个人要跑两次 那我们现在就要去玩 雪橇 开心 售票亭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买你的票 然后呢 这边会是收来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要现在在这边拿这个 路线 可是你现在坐在上面有垃圾 她说的喔 好够 我现在是一个公主 然后呢 就是 走 这个 slide 走这边 上来 喔 好漂亮 这个地方真的超漂亮的 你们有看到超漂亮的 Beautiful Are you ready? Ready I hope so Yep I'm going Go Woooo Woooo Aאם Wooo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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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真的嗎? 謝謝 超快,快到我的GoPro直接倒下來 哇 所以剛剛的比賽你贏了耶 明明一開始我就超贏 然後後面不知道為什麼他直接加速 Anyway,我們完成我們這個入職的活動 我們要前往下一個景點囉 GoGoGo 這個就是剛提尿城堡 是不是很大?超美 這一條呢,是達費林平台 然後呢,你就是可以看漂亮的河景 冰河景 對,然後你們大家應該有發現 就是路上都會有一格一格 這樣子一格一格的東西 玻璃箱 玻璃箱 這邊其實是一個歷史遺跡 所以你朝玻璃箱看過去呢 都可以看到以前的樣子 對,帶大家去看一下 這邊可以看到下面有一個歷史的遺跡 但它現在已經關了 它其實在那個涼亭這邊應該是有一個路口 可以下去參觀 但目前已經關了 好,我們現在呢 往下走一點之後呢 就會看到 在滑倒 就會看到 鳥街 超漂亮的 這邊真的很漂亮 還有聖誕節的氣氛 雖然說聖誕節已經過了 但我猜應該就是 冬天的時候 河北客市局就怎麼走 這邊啊,這條街啊 是我看過 目前去過的國家 聖誕節最漂亮的地方 真的啊 因為它完全不用佈置了 它就是真的就是一個聖誕節 你們現在看到街上空蕩蕩 是因為這邊的店呢 大多都是 晚上沒有開 現在大概下午15點 但是店都已經關了差不多了 都沒有電 好,我們現在已經入座了 我們現在就在這個廣場 水溢走走 然後這邊也是一個很漂亮的壁畫 然後這邊也是一個很漂亮的壁畫 繞了一圈之後呢 又回到這個達費林平台 就是一開始我們一看 河景的那個地方 然後呢 我們發現 天啊 就是可以看得到 對面的 魁北客城市的夜景之外呢 也可以看到那邊有一刻 超大的月亮 因為今天比較北邊 所以月亮超級大顆 又黃又大顆 超酷的 好的 我們回到了 克拉麥 Oh yeah 結束了 CT2了 沒錯 整個從克拉麥到魁北客City 大概有一個小時半的車程 然後我們去程呢 有點塞車 所以接近了兩個小時 所以這整趟行程 我們其實在 因為克拉麥市場大概只有 2到3小時 對 其實我們下午就到了 但是因為克拉麥市場 他們店都開到5點左右 對 所以你過了5點其實也沒東西了 真的沒東西了 對 沒東西可以逛 但是我們今天去的那些地方都蠻漂亮的 蠻漂亮的 也都蠻值得去的 對 所以就是如果你像我們一樣 如果沒什麼時間可以 在克拉麥市場逛我們的話呢 可以參考我們的新城 健化方便 自己的搭配分中共 對啊 可能我們要用健康帳民主 mins